Hello大家好,我是马基斯斯 古典乐不难懂,听我讲就对了 如果我不是拉小提琴的 那我最喜欢的乐器一定是大提琴 没有之疑 对于刚入坑古典的朋友 那我很愿意推荐他们先去听大提琴的演奏 原地圈粉,成功率800% 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说小提琴的声音太尖锐了,不太好听 钢琴的音色变化太少了,也不太好听 等等等等 但是很少有朋友说大提琴的声音不好听 而且在音乐圈里面嘛 音乐家喜欢和音乐家做朋友 演奏大提琴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那真是不要太抢手 虽然和小提琴钢琴相比 大提琴的作品量是少了一些 但真的是自自助击 每一首都美不胜熟,弥足珍贵 今天我就一次性给大家推荐三首 我最喜欢的大提琴协奏曲 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一键三连 我会持续为大家推荐好听的大提琴作品 第一首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古典时期的著名作曲家 维也纳三节之一的海顿 他的C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他也是三节里面唯一一个写过大提琴协奏曲的作曲家 这里我特别想采访一下莫扎特 这个音乐神通几乎为所有的诅咒乐器都写过协奏曲 唯独绕开了大提琴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别致的缘由呢 根据研究海顿的专家 也是海顿作品的编号者霍博肯的描述 海顿应该写过五首大提琴协奏曲 但后三首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 我们至今还无法演奏 他的第二大提琴协奏曲情况正相反 有多达几十种不同的版本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原位海顿 所以现在只有他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才是比较没有争议的海顿原产 就是这么一首如今被大家喜爱的经典作品 居然也被埋没了两百多年 直到1961年 他的首稿拷贝被发现 确认了真伪之后才重新演出 大神的沧海遗珠虽然让我们等得有点久 但一经推出就大获好评 真正的实力就是不管在什么时代都会被认可 海顿的第一大写是他的早期作品 传统的三个乐章 而且每个乐章都是用非常标准的奏鸣曲式写成 可以说是古典协奏曲的典范 而且其中的大提琴诅咒 与乐队强烈对比的作曲手法 又体现了巴洛克副协奏形式的风格 可以说是买一送一 听到就是赚到 第二乐章的旋律极其优美 催人类下 第三乐章却画风一转 变成了一首惊人的炫技鸣曲 眼角的泪痕都还没来得及擦 又要去接流出来的哈喇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没想到一项四拼八纹的海盾年轻时居然这么狂方 真是太会了 版本推荐的话 我个人首推还是罗斯罗伯卫契的版本 在这个版本里几乎有你想听的一切 无论是抒情还是炫技 老罗的处理都恰到好处 真不愧是20世纪大气性第一人 协作乐团是圣马丁试炼乐团 圣马丁我在讲门德尔松小鞋的时候也介绍过 从巴洛克到古典 听他家的准没错 另外我也非常喜欢王健老师在狄级公司的这个录音 华裔大庭界 那在大庭界的地位绝对是无与伦比的 马友友、王健、秦立威 哪个都是男神级别的 在这张唱片里面 两位华裔音乐家用现代的音乐理念去诠释古典名曲 也是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的 第二首我想要推荐的是德尔夏克的《比小调大庭协作曲》 这个推荐可以说是毫无意外 急操无六了吧 这首曲子在大庭界的尊重地位 那简直是所向屁民 无论你是排三大、四大还是几大 他一定榜上有名 德尔夏克的作品向来以旋律组成 要是他玩微博的话 那就应该取名叫《牢牢伤口》 据传闻,连伯拉姆斯都说过 我要从德尔夏克的垃圾桶里面去寻找旋律 德尔夏克最重要的作品都是他在美国的时候写成的 大音乐家却是看什么都是音乐 坊间传闻 他当时看着尼亚加勒大瀑布的时候说 啊,这是一首多么美妙的《比小调交响曲》啊 后来就写成了这首《比小调大基金协作曲》 我是还没有去过尼亚加勒大瀑布 感受不到这个《比小调》 如果看我视频的朋友有去过的 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分享一下 听着是不是有那种《比小调》的感觉 这首大基金协作曲是德尔夏克写给他的女学生 也是他的初恋情人约瑟芬娜的 其中特别引用了约瑟芬娜最喜欢的旋律 他在写第三月章的时候 得知了他初恋情人不幸去世的消息 大幅度更改了原谱 还禁止任何人修改 因此也和他的好朋友 同时也是原来准备首演这首作品的 大天一家哈鲁斯为汉闹得很不愉快 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 是有经过德沃夏克的好基友 伯拉姆斯叫定的 伯拉姆斯是谁啊 古典圈的钢铁直男啊 他当时叫定完了还洋洋得意的跟别人说 今天你将听到一首真正男人的曲子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说德沃夏克当时是什么反应 但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有一群羊駝在那里欢乐的旋转跳跃 对了顺便提一下 德沃夏克的老婆是他初恋情人的妹妹 嗯 这可能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成为一家人 德沃夏克这首大庭协奏曲 几乎所有成名的大庭家都录过 但我首推的还是罗斯托罗波维奇的版本 卡拉扬指挥柏林哀乐协奏 这也是卡拉扬在低级时代为数不多 比较听得过去的协奏曲录音 哦 我不是说卡拉扬不好 只是他的个性太突出 掌控欲太强 他的协奏往往都有点宣兵夺主 抢了独奏的风头 老罗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面杀出重围 那也真是够不容易的 三首我要推荐的大提琴协奏曲 就是典型的曲红人不红 埃尔加的一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非常多的人都是因为这首大提琴协奏曲 而喜欢上大提琴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 几乎跟这首曲子捆绑在一起的女人 杜普雷 不知道看这个视频的朋友有多少是因为她 而喜欢上这首大提琴协奏曲的呢 这里我知道很多人都想到了电影 狂恋大提琴对吧 但负责任的说 电影大家都当故事看看就好 如果你真想了解杜普雷和他的音乐 那绝对不要把这部电影当成资料来看 埃尔加的大协 从构思到完成花了近20年 虽然没有一个乐章用的是传统的奏鸣曲式写成 但这首曲子其中包含了埃尔加对人生的所有感悟 甚至在乐谱的最后他还写上了RIP 可以说就是他的遗书 但演出非常不成功 首演之后就直接被打住冷宫 哎 又是熟悉的配方 直到近半个世纪之后 杜普雷的出现才拯救了这一枚沧海遗珠 杜普雷全名Jacqueline Dupe 从姓到名都是纯正的法国位 但你一听他拉近就会发现图片和事物完全不相符 法国出了很多非常杰出的大亭家 他们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法国人特有的精识高傲 其中这四位还被我们合成为四君子 而杜普雷则是完完全全的植树兄弟 从他的录音里的每一个音符 你都能感受到他浓烈的感情 也正是由于杜普雷版本实在难以抽援 很多大亭家都在自己的保留曲目中删掉了这首大亭 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他的老师 那个无所不能的老人 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刚刚我们说了这首曲子和他是完全捆绑销售的 按照日本动漫的逻辑来说嘛 就是他们的命令羁绊太深 按万事不决量子绿学的道理来讲 那就是他们产生了量子纠缠 杜普雷跟这首乐曲一样 也是一个非常悲情的人物 在他事业最如日中间的时候 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 这个病在今天也是不治之症 他不得不中断演出 之后没多久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前几年另一位钢琴星星艾利斯·沙良·奥特 也被确诊了同样的疾病 希望现在的医疗技术 能够把它的音乐和效忠 留住更长更长的时间吧 大体型的优秀作品还有很多很多 我今天推荐的这三首最多算是开了一个头 其中哪一首是你的最爱呢? 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里告诉我 想进更多的古典乐推荐 一定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